各位独角仙粉独角仙迷大家早安 现在早上五点准备去分圆的独角仙蜜镜 为什么选在端午节的时候去蜜镜呢 通常往年这时分圆的独角仙已经大爆发 新闻满满的战板 那今年很反常只出现一则新闻 分圆蜜镜为了防止盗产 打光拉松围了起来接下来就没有新闻 该不会去年的仙仙被抓光了吧 今年真断了我很担心 今天咱们就赶紧过去看看 前面的前山就是八卦山 向右失去花坛的独角仙步道 咱们五月底的时候刚去 向左呢就是这回的目的地分圆 当然仪式感必须有 面包还是得买五点半的赶紧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八卦山区 其实没新闻倒是好事 能让蜜镜休养生息 但要是今年真的断种没出 那就太令人难过了 还是说因为防盗采措施 没盗采就没新闻 这也蛮无语的 看到了这边悬挂的红布条 还有这边围棋的网子 就是为了保护里头的光拉树上的独角仙 不被盗采 哇 好多 独角仙出现了 还在 哇 一直在飞 一直在飞 飞来飞去 好活跃啊 蜜镜这儿呢 种了很多光拉树 当然就提供了鲜鲜蜜食 跟交配的场所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 这边广大的山林跟丰富的腐植值 才能让鸡母虫长大 像在这里务农的阿伯 还堆制了这么多的堆肥 哇 你看 像座山一样 提供更多的鲜鲜幼虫成长 这样才能确保这里的独角仙 生生不息 蜜镜不愧就是蜜镜 一整棵树上满满的独角仙啦 看那边树上 看那边 看那边 好啦 今天超开心的看到蜜镜的独角仙 还这么多 虽然说往随微起来有点可惜 但是总比没得看好 希望明年也能跟今年一样这么多 啊 心中见过展现的声音 曾经的失落在心中祈福 打过山的血弦 你在哪里飞舞 珍惜照料的秘境 是否一言如故 有些人追寻你 也有人在守护 希望和爱心 在这里交纸成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